各位同學下面我們來探討一個 二維運動的問題 假如在二維平面上我們要描述一個運動的話 在二維平面上的標準的坐標系統就是卡式坐標 XY 這樣的卡式坐標 任何在這個平面上的某一點 它的坐標當然就有一個R向量來描述 如果我能夠描述這個R向量 就是這個指點的坐標隨著時間的變化 也就是R向量隨時間的函數關係 我能夠描述的話 基本上我就已經清楚的描述了這個指點 在空間中的運動情況 所以如果我現在已經知道這個 指點 它的位置向量隨時間的變化如果可以寫成這樣子一個函數 I分下 就X坐標隨時間的變化 再加上 在 Y 坐標隨時間的變化 Omega t 加5 像這樣子一個 函數關係的話 那 其實我可以很清楚的就已經決定這個函數 它的坐標 的軌跡 它的這個 運動的軌跡 為什麼呢 因為 我們知道 這個代表是X 這個代表是Y 這是X坐標 隨著時間的函數變化關係 這是Y坐標隨著時間的 變化關係 我們不難看出來 把這兩個函數 是我們熟悉的函數 把X如果平方 加上 Y 把它平方 雖然它們都是時間的函數 可是我們發現這兩個量的平方加起來 會等於 A的平方 不管T是多少 我們發現右邊這個量與時間完全無關 而且 X平方加Y平方 就是 這個指點 與 圓點之間的距離 這個距離 一直維持是一個常數 A 所以 那當然就是一個 有固定距離的一個 軌道 這個圖形 明顯的 就是一個圓 所以 這個A呢 其實就是我們的 半徑的 A的平方 就是半徑的平方 所以我們知道這是一個 是一個 半徑為 R R是等於 A的一個 圓周運動 而且 這個 速度呢 可以透過 我們這個速度 可以透過 對 位置向量的微分 可以得到 那把這個微微分 我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來 其實 就是把這個 Omega Cosine微分的時候是 負的Sine 然後 Omega會掉到前面來 Omega T加 Phi 這個本身的微分呢 會掉出 一個Omega 所以 變成 負的Omega A 然後是Sine Omega T加 Phi 這個是 I方向的分量 同樣的你有 J方向的分量 加上 Omega A Cosine Omega T加 Phi 這是J方向的分量 那麼 同樣的 精神你可以發現 我如果是 Vx 的平方 加上 Vy的平方 這個本來應該也是一個 時間的函數 可是你 做這個平方合 你會發現 這個 Sine 跟Cosine的平方合 又是等於1 所以 剩下來的東西 當然就是 Omega平方 A平方 那 這個平方合顯然是速度的平方 所以我們得到速度 就等於 Omega乘A 而A我們已經知道它的意義就是圓周運動的 圓的半徑 所以這是Omega R 那我們得到一個非常基本的關係 在這個 在這個公式裡面的Omega 其實就是跟速度有關 把速度 除以R就是 我們的Omega 那我們已經知道這個運動是一個圓周運動 圓周運動的V 跟周期之間 是存在一個很基本的關係 把圓周長 除以周期 就是我的速度 對不對 所以 我很快的就可以看出 這個其實就是 2π R除以R 再除以T 把R消掉之後 所以 Omega 其實就是 T分之2π T分之2π的意義就代表著 用 一個周期的時間 轉2π 所以就是單位時間內 一秒鐘 轉多少角度 所以這個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 角速率 單位時間內所 轉過的一個角度 也有 叫做 角頻率 總之 Omega就是 可以寫成這個 Omega跟 V之間的關係 是這個 所以 我們就得到 非常重要的 只要有一個 二維運動 它的 位置向量 隨時間的變化 是如這個 這個函數所描述的話 那麼 它裡面的 Omega 所代表的意義就是 角頻率 或叫角速率 而 前面的這個係數 A呢 代表的意義就是 圓周運動的 半徑 最後呢 我們還是可以 再 進一步的 來看 如果 我把 這個V呢 這個向量 再微分一次 顯然就是加速度向量了 對不對 那 這個微分完了以後 你可以明顯的看到 會變成 負的 Omega 又掉下來一次 所以負的 Omega平方 A Sine就變回去了 原來的Cosine Omega T加 Phi 然後這邊呢 Cosine的微分的時候 又變負號 所以整個又變成 負的 Omega平方 A Sine Omega T加 Phi J 所以 你就得到了一個很基本的關係 你注意到 如果我們把 負的 Omega 提出來的話 剩下來的 這些東西呢 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 原本的 R 位置向量 對不對 就是這個位置向量 所以 我就得到 得到我們 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 R 位置向量 好 那麼 如果我再進一步的 把這個 A 取它的絕對值 就會得到我們所謂的向心加速度 所以向心加速度就會等於 Omega平方 R取了它的這個 絕對值當然就是 R的大小 而R的大小我們已經知道 其實就是 因為是圓周運動 所以就是圓的半徑 大R 所以我們得到 圓周運動裡面的向心加速度 其實可以寫成 Omega平方乘以R 而我們前面已經推了 推出了幾個關係 我們分表帶進來 因為 Omega平方可以寫成 R分之V平方 所以我們這邊 就寫成 R分之V 所以這邊 變成 R分之V的 平方是 Omega平方 再乘以R 所以這個呢 可以寫成 我們所熟知的 R分之V平方 對不對 那麼我們在前面 又已經知道 Omega可以寫成 T分之2π 所以這個Omega又可以寫成 T分之2π的 平方再乘以R 所以又可以寫成 T分之 4π平方 R 所以我們在這裡得到了幾個 不同的加速度 向心加速度的寫法 你可以寫成 Omega平方乘R 你也可以寫成 R分之V平方 你也可以寫成 T分之4π平方 R 那麼在圓周運動裡面 有這個向心加速度 就對應到需要一個 所謂的向心力 對不對 因為 牛頓的第二運動力告訴我們 F等於MA 所以把 有了A 乘上M 就會得到力量 所以把它乘上M 就會得到向心力 如果乘上力 乘上M 乘上M 就會得到我們的向心力 F 好 以上呢就是我們在 圓周運動裡面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數學函數 所以我們今天是從 這個做出發點 請同學們一定要對這個非常有感覺 如果一個 指點的坐標 隨著時間的變化關係 其實是這種 三角函數來描述的話 那麼它一定呢就是 一個 圓周運動 而且 是一個 等數率的圓周運動 而這裡面的 A 還有 歐美加 就是 這個 很基本的 兩個物理量 而我們沒有講到的這個 phi到底代表什麼角色呢 我們可以看到 當 歐美加等於0的時候 所以 這個問題就變成Acosph 對不對 cosph就等於是說 時間0的時候有一個phi角度在這個地方 所以phi代表的是 時間0的時候的 一個角度 初始的角度 那通常如果初始的角度是0 如果我的指點在T等0的時候在這個位置的話 phi就是0 那整個問題就沒有phi 所以phi是不是代表一個向位角的角色 好 以上呢就是關於這個圓周運動 希望同學們能夠 對這個圓周運動裡面的 這個數學呢 有一些基本的認識 當然我們現在 所採用的這個 函數呢 當然可以做變化 對不對 比如說如果 這邊是A 而這邊的 這個呢 變成了一個 比如說叫B 那表示 這就不是一個圓了對不對 如果A不等於B的話 就不是一個圓了 那就會變成一個橢圓 所以這個軌道運動變成一個在橢圓上運動的一個 運動 所以 希望同學們對於這個數學和運動 和 我們的力量 就是物理 之間的這些關係 慢慢的能夠從這些 在一些簡單的分析裡面得到一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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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 我們在四周 在一旁 第一天